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是Amya 我是Amya 今天呢要講 在日本遇到的奇怪搭訕 就遇到一個黑人 他跟我講英文 就問說要怎麼去中墓黑站 我就跟他說你走路走過去15分鐘會到 不然就做監測 他就突然用日文跟我說 欸你英文好好 然後你會講你怎麼幹嘛 好賤喔 對 他就跟我說他是搞笑藝人 然後他講的那個我其實知道是誰 就是我不認識他 對我不認識他 那我知道他說的那個團體人很多啊 喔人很多喔 對那個團體不是 就是搞笑藝人 然後他就說 他就露出狐狸尾巴 就說要他現在要跟就是搞笑藝人的senpai一起喝酒 然後那個一起喝的那個也還蠻有名 他就想要 就說你要不要一起來啊很近啊 我出檢測前 然後我想說靠你根本就知道在哪裡 就他前面的那個開端都是 他今天就是負責在會比獸招妹吧 對我覺得是 要找一個新妹去喝酒 對 蛤 他一直蠻辛苦的啦 對啊 我只有一次唯一給過LINE 我那天也是喝完酒 然後從會比獸 會比獸好多 會比獸超多的 從會比獸要走回我家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黑黑的 然後看起來像衝浪的那個 有點玩咖的型的 就跑過來說 欸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因為他 他感覺很熟練 然後他就說 欸我還 你喝不夠吧 我請你喝啊 然後就把我帶去那個工賓 然後 對然後說來來來給你 然後就是買兩瓶酒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說我知道我 我不是壞人 然後給我他的那個身份證 然後說我是做什麼什麼的 他是做apparel 他說如果你以後要什麼服裝 我都可以抹費給你 然後你就被調到了 不是不是 我那時候 然後說平常 平常說我真的是不會打理他們 但我那時候也是呈現一個就是 欸想要看你會變出什麼 對因為還蠻有創意吧 對對對 然後然後我就覺得哇 然後他還說 然後他就說 欸我家就在這裡 他說我跟我媽住一起 他要讓你有安心感 不是我想說 他說因為我離婚過一次 然後我現在跟我媽住一起 然後我想說 一下子好多情報 然後他他就跟我換了line 然後馬馬就 就打電話來 然後就說那我們禮拜六半天 約約在哪裡哪裡 然後吃飯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我就怕了 我想說好積極喔 我好害怕喔 然後我就封鎖了他 那你還是有給他一下 對我給了他line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欸 我對於這種東西 好不擅長喔 就是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南趴漢字寫成軟派 泛指在公共場所要約陌生人的行為 搭訕 動詞是南趴する 要找你當妓女 我先講我的好了 因為有一陣子在那個新宿的東口前面 因為他離歌舞廳既定很近 然後也是那種小弟會來找人 然後有一天我是不知道等著人 然後他遲到來幹嘛 都覺得好玩屌喔 然後平常我是不會 也是不會搭理他 我後來就停下來 然後就那個跟那個小哥聊天 然後他就說 好那我就是直接開 就是開中名義跟你說 我們就是要做那個 是哪一種 是封鎖 是封鎖 然後他就說就是 首先你會去一個旅館 然後就會有人刻來找你 然後他說 但是 你們就是從那之後 就是不關我的事 就是你們要做到哪個程度 就是 首先我們要說就是 你不能做 喔對 但是 但是 你要做的話 就是你們兩個 是 就是自我者 對你可以直接跟他談價 總共說哇 這個是 然後這個機制 好有趣喔 所以他們只有 等於是 表面上是只有介紹你們 因為他們有很多種啊 他的賣相可能是 嗯 對就是素人 就是不是 因為有人很 比較不喜歡跟 太熟練的女子 對嗎 這是俗稱Hotel Health的社情業 想知道更多 看這兩支影片吧 你是不是也遇過 我遇過 那個 就很普通 他就跟我說 有很輕鬆可以賺錢的才識 你要不要做 然後想說 在哪個在哪 在 你怎麼又是會語書 會語書 會語書的車站 但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很煩 我跟他說我已經結婚了 其實那個時候還沒有真的結 我就想說比較方便 我說我已經結婚了 他就跟我說 那剛好我們專門做人妻 但是他不是風俗 他是 對就是 陪你酒店 就是陪你聊天 然後他就說 他們的賣點就是 第一個是素人 然後最好是就是你有伴侶 就是比如說男朋友 就更有刺激 對 就是要享受那個貝德感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國家真的 變得好嚴重 這個國家真的性能很嚴重 我那時候就跟他說 我對於這個沒有問題 而且我不缺錢 然後他跟我說 那你覺得拍片怎麼樣 他們都有說 他們是一大 他們是一大 他們很大家 然後我就想說 嗯 米子秀白 歐米子 原子收入靠人氣的行業 如明星等 現在則專職特種行業 及其員工 伊藤是不是也遇過 他那個超有趣的喔 就是他在還很年輕的時候 就大概大學一二年級吧 就很缺錢 他非常的缺錢 然後有一天他就走在澀谷的路上 後面就有一個人叫做他 就很輕鬆的差勢 你們伊藤一家 看起來都是那種 臉上鞋子 我很想要輕鬆賺錢 對然後他那個時候是真的很缺錢 他是說 欸輕鬆賺錢 才是真不錯 然後他就被帶到一個 錄影車上 好可怕喔 你知道錄影車都很暗 而且都看不到外面 欸那是絕對不能的耶 對然後他就被帶到那個錄影車上之後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哪裡拍片 然後我想拍片拍什麼片 然後那個人就說 蛤 你不會不知道要幹嘛 就上來了吧 然後他就說 所以真的是要拍片嗎 然後那個人就說 對啊 然後就說什麼要去哪裡的 Hotel 就是他們已經佈置好了 而且他們是絕對不會有許可的 那都是偷偷來的 而且他的那個系列其實就是 好像真的是就是你在路上找人 然後把你找的 這是一個企画 對就是把你找到的 就是怎麼找啊 然後什麼對話 全部都把它弄進去 好創意 對啊 Ello Video Ello來自英文的Erotic 簡稱AV 以及色情片A片 飾演黑片 稱為AVJOYU 而且其實我有被那個 我有被Scout 我以前很憧憬辣妹 就雖然不辣 但是還是穿得很辣 就算非常短的短裙 然後踩那種很高的厚底鞋 然後我那天 對我那天是要去面試 要當109的店員 然後我就整個人很開心 然後就走走走 然後就有一個 我其實常常那個叫下我說 我們是拍那個Gurabia 就是台灣叫什麼 清涼寫真 雜誌封面 對 然後問我要不要沒有興趣 然後我後來就 我好像就拿了名片 但是我就沒有跟他聯絡這樣 其實也還蠻適合的 對然後 我跟他們講 大家都覺得我蠻適合 就我錯失了 我可以移收到 其實這還蠻多Gurabia的女星 後來很紅啊 對啦 算了 我也來不及了 我現在一定能繞射穿 那是 十幾年前的事 Sculpt 來自英文的Scout 是指在路上挖掘長得好看的人培養出道當明星 還有那個 還有就是Catch啊 這很煩啊 Catch也是一個日式 Catch 是Catch Catch 因為他的 就是拉克 對 對 然後以前元素是很 都會顧黑人 然後去把你拉到一些很奇怪的飾品店 對 就是 會跟你攀談 然後如果那種鄉下來吵 你會覺得 哇東京耶 有外國人跟我講話 所以就是 然後就會變遍去素飾品店 然後就會被 就會被騙買東西 對 買一些很奇怪的 對 但然後後來還有就是那個 居酒屋 跟那個啦 Garles Bar G酒屋跟女孩酒吧 G酒屋跟女孩酒吧 就是 他們一定會 派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就有人說 欸 什麼什麼 然後一般日本人是絕對不會理他的 可是我們也有遇過很多的觀光客 就是有素飾 因為會覺得 欸他們很親切啊 就是跟他去看 然後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這超便宜 比如說 農民後代兩千塊 什麼根本就不可能這樣 然後去了之後就發現 根本就是沒有這個 這一道菜 或是什麼 要到很負低銷 什麼 他就是可能農民後代是真的 但是他裡面可以喝的東西超少的 對 可能三杯水之類 然後都沒有 沒有吃的包含 這樣子 客氣 又稱 客氣 在路上招攬人客的行為 因為大部分都和黑店坑錢 也就是不打工利有關 因而遭到取締 人家不是說 他們覺得 這東京人很冷漠嗎 是因為東京人真的 沒辦法停下來 我們只要停下來 就是要叫我們去拍一片 或者是要跟被你去G酒屋 是怎麼停下來 對啊 對啊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停下來 後來他們不是日本掃蕩 這款很嚴重 然後在新宿啊 就會直接說 不要相信 他會有一個中文的廣播 然後不要跟去那個店 你的出來的女孩 會跟照片不一樣 其實我們就是做得還滿開心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那個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工 算了 對 但是會覺得就是能夠跟大家有交流 是滿開心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我們是全網最誠實的日本Youtuber 對 完全沒有在怕的啊 好的也說壞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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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希望我們在明年也可以帶來 對希望明年還是帶來一些 歡樂 那些情勢 謝謝 謝謝